好,那原則上呢,我們57頁 公的一個基本的定義理論介紹 是不是提過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正式進入到58頁 立體的計算,帶大家來實際操作一下 你會面臨到的題目呢,長什麼樣子 好,所以現在大家看到58頁 來 我先把我們衛右大腦下來就是 這是我們今天要用貶先來 來 那我們現在先看到呢 58頁左上角的一題 58頁左上角的一題 來,我畫個圖喔 我们看一下屏幕 好,来,继续看一把这边 来,这个图形是不是就是五十八的左上角那个图形 我把它做一个简直 比较简化的一个画法 他说,有一个工人呢,推着一个五十公里这种推车 这种推车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有一个斜斜的把手 有没有看过人家推这种推车 蛤?对对工地那种 那种斜斜的,有没有 所以这样推的话,你会给他一个斜斜的力量 所以画起来会是像这样子 OK,然后现在问我们的事,请问你啊 我这样一推之后 我的车子会往哪一个方向移动 来,我们是不是很直觉的 我们会知道,车子应该往这个方向移动 对不对 对 这是我卫营的方向 在做事实上之前呢,我先检视一下 你们呢,工的基本定义呢 还有记不记得 来,我请问你 如果卫营是这个方向 请问你此时 我舍施力跟卫营 加几度角 你跟我讲这个范围 大概是在哪个range 然后回到他是做生物 来一下,你可能不太好看 对不对 我把这个卫营呢,稍微的降落 因为卫营是水平的嘛 所以他是在这个方向 请问你现在这个甲角是大于 大于90度 还是小于90度 小于90度 我说这个状况的话 还是归类在做生物和做互工 有些人不太清楚了 把一篇篇笔记写的 不熟的人自己看一下 所以我至少要知道 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我会对这个推则做生物 OK,这是我第一个要知道的 好 好啦,很细细大大的声音 不要太合 好不好 好 好,调整班录影的原因 是因为 好,觉得我们班 三个平衡就好 好 好,所以要维持下去 知道吗 好,来 但是还记得吗 做工的部分呢 我说过 他分作有两个大部分 一个叫有效做工 一个叫无效做工 对不对 那一个比较简单的分内 就是说呢 有效做工的话就是说 我 力量 跟我的位移 要成一个水平的状态 对不对 可能同向 可能反向 不论同向或反向 都是有做工 只是做一个做生工 有做不同 然后 当我的力量 跟我的位移呢 垂直的时候 好 好,我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 我做工 对不对 我这样上不下去喔 这样有办法升课 第二次 好不好 好,今天会delay五分钟下课 因为你干部了 好,那 你不想下课就没有关系 好不好 好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我讲过了 OK 五分钟 好 继续有生意就继续加 OK 好,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说过 我们国中生啊 不喜欢这种斜斜的力量 不好处理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分解 把它分解成呢 水平方向 跟牵直方向 为什么要分解成这两个方向呢 因为这两个方向是最好 让我们去讨论的 好 所以呢,我们怎么做 来 很简单 力的分解 这个能力可以吗 好 我稍微讲一下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 我问你哦 这边有个力 教育不安 这有力教育不 学他们合力在哪里 合力我是不是知道 就这样子 写写的 这有力吗 教育不安 对不对 这个动作 这个方向的处理 叫做力的合成 OK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说 我说我现在只有这个黄色的力量 可是我斜斜的不好处理 我要把它分解掉 那怎么分解 整个分解 懂吗 我把黄色的力量呢 再把它分成了两个白色的 再把它还原回来 就要多分解 那怎么做俗理 很简单 来 做一个处理 首先呢 请你先注意 你这个力量的一端在哪里 并且呢 先把它往千直线 往下画 画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画到你另外一个力量的另外一个端点 跟你这另外一个端点 你的高度要一样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这就是一个分离 然后再从这个点呢 往它的左边出发 画到 这里 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分离 这个能力可以建立起来往 这个对你们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还可以吧 简单来讲就是 力的合成的反向操作 可以吗 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对角线 这是一个对角线 让你把它 拥有这条对角线的一个 好 长方形呢 还原回来 就这样子而已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就会说 这个就是我的牵持方向的分离 这里就是我水平方向的分离 所以我这样子就做完力的分解了 这个呢 请你一定要会操作 要解吗 断绑比较 好 可是重点来咯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呢 既然啊 我已经做了力的分解之后 可见得 谁已经被我拆掉了 黄色这个样子已经被我分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继续在做我们下的操作的时候 就必须把黄色当做怎么样 当做没看到 听得懂意思吗 知不知道 因为很多学生会犯一个说 小说你知道吗 就说我力分解 所以我会分解 你看我就好咯 然后黄色力量还是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几乎一并就算下去 就重复算 懂我在讲什么吗 听不听得懂 好 就是说 我问你们啊 我现在已经有这橘色这两个人了 这两个力量 这两个力量的作用 是不是可以合成黄色的这个力量作用 所以呢 我有橘色这两个人之后 我还需要黄色的吗 就不需要了 懂不懂 就是这样子 揚者取其一 懂不懂 ok 所以现在呢 我既然已经分解好了 我这个黄色力量 你就这样稍微把它插掉 代表说你不要再重复算它了 知道吗 好 那现在就很明显的单纯 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可以当做 我有一个力量 叫做垂直的力量 这个F垂直 作用在50公斤的人身上 有一个水平的力量 作用在50公斤的人身上 那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有效的是哪一个 能够对我的车子呢 产生有效做功能 是哪一个力量 是不是垂直的那个人 才会有有一个有效的力量 对不对 红色在哪里 没有红色的 没有红色的 好算了 没有红色的 没有绿色的 好 所以我知道呢 这个是怎样 无效的 在磁石是无效的 可以吗 因为我位移是向水平 力量是垂直 是不是成90度 有没有做功 没有 所以有效的是谁 这个 是有效的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层次 要能够达到的 的一个目标 OK 那接着再下来呢 我要做计算 我就要有详细的数据 所以呢 我现在已经知道 我原本的 这个 黄色这个F 加100 可以吗 轻轻的画 这边有一个黄色F 对 加100 然后他已经很好心 有告诉我们 来 他是不是有画一个表格 你看图二的那个表格 我就不画了 你看 我的 牵直的这个方向的人 是占了几格 几格方格 三格 对不对 所以比例上 我这边写一个三 好不好 然后呢 水平的那个力量分力 占了几格 四格 所以一边四 一边三 中间这个就是谁 五 对不对 所以他的比例是五比四比三 可以吗 OK 好 看如果 占五份的人叫100 那占三份的人是多少 这个数学 会不会太快 好 我写慢一点 也简单 就是这样讲 5比3 会等于 100 比上X 那X是多少 回答O X应该是60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看吧 会不会太 这能力会 没办法吧 应该不会吧 所以垂直这个地方 我知道是60公斤重 所以同样道理 四分的这个人呢 就是多少 他力量就是多少 是不是80公斤重 好不好 这个数学能力你要建立起来 这很基本的数学能力 好 好 那我的力量 各自多少都知道 那接下来看题目中 第一小小小位 水平分力 多少公斤重 那就是80 即使80 数学怎么写 第一小小小 就简单 就简单 OK 好 那力量会分解 量子也找到之后 再看第二小题 他说 现在这个推车啊 沿水平方向 你把等数两个字圈起来 等数前进10公尺 则 这个工人啊 对推车的做工就是多少交额 他现在已经说了 我的S啊 我总工啊 我在做工的情况之下 前进了10公尺 那么呢 我的做工大概是多少 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工的计算 来 请你一开始呢 我们学一个新东西 请你公式呢 就先拉好实实的先写好 你第一行一定是写这样子 先写这个 再找你要的数据各自是什么 来 我知道了 现在 有对我做工的是谁 哪个力量 是不是水平这个才有做工 所以我这个F就要写多少 就要写80 可以吗 OK 好 但是 写80 就好了吗 因为我说过 如果我换算出来的单位 要是交额 我的力量 一定要用什么做单位 牛顿 牛顿 那一公斤有几牛顿啊 牛顿 9.8 他乘以多少 就乘以9.8 因为他已经有告诉你 居用9.8的代 就是要你乘以他了 OK 然后再乘以什么呢 再乘以我的位是10 所以这样算出来 就知道 7.8.4.0 交额 是不是7.8.4.0 对 7.8.4.0 交额 就这样子 简单吧 会不会难 不会难 他乘以他而已 这不是小额人都会做的事情吗 好不好 只是你如何知道 F要填这个 然后再填这个法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怎样 你就会无处二不自得 OK 好 但是第三小题 我们核外要写一个第三小题 来 注意 请你把tip的等数两次圈起来 第二小题他写等数 对不对 为什么他在等数 等数 对啊 Why 为什么他在等数 因为他都去另外的一个 蛤 诶 诶 我在推 我有一个力量推你诶 那根据f.ma 他应该有加速度啊 什么可能等数 你既然等数的话 我说等数 我会一定要记得哪一句话 来 先不要急 逻辑要正确 因为你看到等数两次 你后面要冒出一句话 是哪一句话 蛤 合力等于0 对不对 是不是这句话 所以你此时才知道一件事 哦呦 原来我合力等于0 所以可见得 我一定还有力量 没有被我考虑到 对不对 这个力量会是谁 摩擦 诶对 这个时候是怎样 我发现他有摩擦力 可以吗 摩擦力我说过吗 摩擦力实体 至少有9.5体 都是在干什么 车里后腿 对不对 所以摩擦力的方向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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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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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做功多少 第三个就是我可不可以 摩擦力做了多少功 老师他慘了 根据我们所学 功的absence 所以我知道摩擦力是多少 然后谁呢 他的位 摩擦力都知道 摩擦力做功多少 对不对 常理团队上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怎么办 来 如果有人可以把摩擦力算出来 多 我亲你对不对 我就亲你一次上榜妹子 让你毕业 真的 真的 摩擦力都把你算给我看 上不出来 一定算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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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百倍 哈哈 是不是有人算得出来 是不是有人在天生神秘 不知道怎样算出来 你算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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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一下 好算了 我收回好了 我收完 你们不玩吗 不玩就收回 不行不行 老子八蛋不严 你根本没有帅 应该就知道了 来 你们刚刚放弃了 没办法 阿田被你们抓到三房 没吃到毕业了 欸 这根本是 简单到爆炸的 哇 你自己看 不是 好险阿 不然我反应说出口了阿 如果反正有人反应过来的话 我就要请你们这三房 还要毕业 好 还好你们可以反应过来 呵 来注意 你看嘛 现在不是合力雷零吗 是不是 等数合力零零吗 所以你看 我有个水平 向左的力量是八十公英重 八十公英 Thous 所以我的摩擦力一定要怎样 这个向左有一个发达式 我向右一定要要做到 too late too late sorry 下次买一下快一点哦 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知道 哎呦 快点我现在写的东西就很重要 你一定要完整的把它呢 记录下来 有没有听到 这个摩擦力呢 根据我的发达只有80公斤的东西 然后我是不是再把它乘一层 对不对 可是这个地方要我小心 摩擦力持后者也是做成功 做复工 所以这地方我知道会有一个负号存在 然后这时候呢 力量的数据呢 80一样 然后可以9.8 再可以10 哎你会发现刚刚都一样 算出来就是说 我负的7840 焦耳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OK 还没有完 第四小题 这个物体到底得到多少包 这个没有包 这个没有包 这个很简单啊 这物体到底得到多少包 好 姑娘 我们今天很兴奋 姑娘 阿雪跟那个小鱼 是不是 好 原来在谈论什么秘密 来 先回答 帮我老师回答一下黑盘上的问题 第四小题谁知道 有什么 蛤 有我对你的赞美 什么 荣誉 爱的包包 我不想跟你说 爱的包包 爱的包包 我要先吃上来 你可以跟我共庆晚餐 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应该会 可以积累喝盲茶 喝盗 快点 重点 第四小题是多少 搞不好有物的意思 我这物体 我这物体到底得到多少包包 蛤 摩擦历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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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么 那礼拜五没来 那礼拜五没来 礼拜五没来 那礼拜五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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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你礼拜五没来 你至少周末 你就要赶紧往路上搜寻 你要先看 不然你会失利 你知道 今天晚上刚刚已经补起来了 很重要 你礼拜五那两个课没有上到的话 如果你又没在外面补习的话 你的观念会也接不起来 了解吗 好 来快点 来安静 这一题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就把很多关系我们讲在一起了 很简单 我这个问题到底得了多少功 那我就看 到底有谁对我做功吗 我把他们对我做的功 通通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我 最后得到的功 的总量是多少 对不对 那现在到底有谁对我做功 我说 这个 地方 应该是写一个 F平行 对不对 F平行这边是对我做功 所以我要写 F平行 还有谁对我做功 摩擦力有没有对我做功 有 还有没有其他人对我做功 没有 有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没有了 好不好没有了 OK 所以我是把这两个数据加起来 你会发现 0 我就是7840在干嘛 减7840 错 加上5的780 差不多 不一啊 这关键是完全不同的 小心 所以我就知道这最后结果是多少 0 是这样子来 可以吗 好 但是 你有人这样就完了吗 还没有完 观念还不够 我告诉你 既然你观念够清楚的人啊 你这地方根本这个都不用走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听过他讲等数两个字 等数两个字 代表说他速度没有变 代表这个物体的 能量有没有进出 有没有能量进来 有没有能量出去 都没有 所以可见的呢 我给你7840 这么多的能量 你的速度却一点都没有变 代表我所贡献的能量 已经完全被尸体消掉了 其实被很多差异的做功被尸体消 所以这两个人 根本不用算 你就一定知道他们的数量大小 不然也要一样 甚至差一个符号 可以吗 那甚至第四小题 因为你知道的物体就是等数 等数的话 就是没有能量进出啊 我这问题的多少能量一定是 懂吗 你要想到这个层次 你的这个整个观念才是 完整流畅 阿姐不了解 ok 好 就是这一题呢 要讲的东西 请你好好整理 那 我可以马上写什么 就请你写什么 你一定要做超弱的部分 特别是画图 来我要强调 我还要再次强调 这些式子 都没有用 这些式子 你在书上全部找得到 但这个图形的分析 却是无价之保 这图形的分析呢 却是学生 你们学生呢 常常无法自行做到的一个 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图形 你要是没有画 那我恭喜你 这一题就是白学 好吗 我偏偏可以讲白一点 图形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ok 你会分析了 后面这个你绝对都会算 好不好 ok 好就是这样子 好接着 再来看右边那一题 有什么问题吗 哎呦 认真哦 拜拜哦 好 没有关系哦 先听 你真的要超的话呢 回去YouTube看 那我还是 在这边宣导啦 你YouTube的使用 你有空的话还是去多使用 而且你不要等到 快要断跑了 然后才能狂砍 那个效果都打折扣了 怎么了阿雪 嗯 7 8 7 8 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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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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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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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件事情啊 很有意義 好 那可是你要怎麼使用呢 阿雪你怎麼了 後面是零 對面是零 好不好 這是零 你必須比如說今天上完課了 對不對 你一定要在當週 要看的話你當週就要去看 你懂嗎 你不要拖到下個禮拜或下下個禮拜 或是斷跑前下去看 你看 那個都只是 那個都打折扣了 因為你上完課之後 你知道你還不錯 你再回去看影片就可以知道 你就直接去抓你要聽的那個部分是什麼 這樣才會最有效 了解嗎 好 我講實在一點阿 如果你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根本不用複習阿 那是浪費錢嗎 錢太多是不是 請你多去吃三寶貝就好啦 好不好 所以這東西阿 你們要好好懂得珍惜阿 去好好的活用它 不然會有那麼有型阿 好 好 現在再看右邊那一題 來 以外 我盡量呢 多講幾題阿 人腳盡量講 那你們一定要好好跟著做練習 右邊是類這題阿 來 類題二我畫個圖 你們請去看一下題目 好 類題阿 幾乎一模一樣了 好 但是我們還是一起做個練習 怎樣 蛤 欸 老了 老了 來 題目是不是這樣子 力量 他說是40 然後他說他跟水平的夾腳 這也是夾60度 然後問我們一些有什麼沒有的 他說 我受力40牛頓 並且4秒內移動了24公尺 我往這地方 4S 移動了 4秒內 我的位是24公尺 這是不是提供給我的所有的線索 那我再來看呢 那第一小點問什麼 欸 你看喔 英文不善的又來了 你看第一小點叫什麼 加速度欸 你看你要怎麼算加速度阿 有用嗎 來注意喔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第一個錯誤 就是用F等MA 來算加速度 因為你根本不確定 他有幾個力量錯誤在上面 那我先跟你講 第一個告訴你錯誤錯吧 有練點書的人阿 他這邊就會這樣做 第一個告訴你 簡單 力量分解 超會分的 好 來你看 來怎麼分解 來再一次一次 我要把力量分解呢 那就是阿 這一條就是我一個 長方形的一個對角線嗎 那我是要透過這個 對角線 還原我的長方形 那怎麼還原 電章喔 這樣畫 這樣畫 這邊 這是一個F 平行 然後這地方 然後 這是F垂直 對不對 然後當我力量分解的話 我時候呢 原本的力量抬頭 請你聽很重要 原本的力量就當做幹嘛 當做沒看到 原本的力量就當做沒看到 知道嗎 顧面這樣插 好不好 然後呢 你還得知道 分解環的這個平行啊 跟垂直的這個分力啊 各自多少要知道 來你看 這是60度 對不對 然後我們知道 這個 打圍成一個 一個長方形 你看喔 如果這裡的腳是60度 這個就清楚 30 雖然邊長有沒有關係 最長的這個時候 2 30度對著叫做1 60度叫做更號3 這個特殊的指教三號型 邊長關係應該有記吧 有沒有記 沒有記 沒有記 就只能說 祝你一路好走喔 喔 那基本的數學能力 一定要會喔 還是殭屍 是不是 貼個符 好來 好那現在怎麼辦呢 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我們現在要知道的訊息呢 喔 是要知道 哪個力量有效 哪個力量無效 來這地方呢 請注意 我沒有我沒有在寫那個喔 不在浪費時間喔 請問你 我現在水平方向自己動 所以無效是哪一個 我打一個X再把無效 可以嗎 齁 這就不要看了 他說我們做功能沒有貢獻 好不了解 好那現在 有效的這個人 這個水平的 這個分離他量子是多少呢 各位看 斜邊這個人是兩倍 齁 他跟他的比 邊長比是2比1 對不對 所以兩倍的人是40 一倍的人就多少 這個數學的基本能力 一定要很快的得到他 好不好 可以嗎 好那這個寫完之後呢 有個朋友就會說 老師 Easy啦 F呢 Fa嘛 F等於什麼 Fa F是5公斤嘛 他加速度就是多少 45 20嘛 超簡單 對不對 就恭喜你 就踏入老師陷阱的第一步 你後面就選錯 我 你 題目看清楚 他有跟你說接觸面光滑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能夠保證他一定光滑嗎 不行 所以你這樣做是會有瑕疵的 因為你現在是考慮這個 拉力的部分 後面到底有沒有摩擦力 目前是個問號 目前是個問號 不知道 那我要怎麼樣來計算這個加速度會最安全最保險呢 我說過 你用他運動學等加速度直線運動的這個線索 我就跟你做操作 是最單純的 懂我意思嗎 他可以在4秒內從計值啊 然後呢 到會移 24公尺 這個訊息 是不是就可以讓我帶 等加速直線運動的公式來算加速度 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學過等加速直線運動嗎 你問一下 沒學過嗎 等加速直線運動三個公式 好不好 這個我就說過 前面的時候我就說過 你一定要學好 因為他會英文不善的 一直跟你勾勾的 你跟他是切不了關係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現在要做過這種東西來做處理 來 那第一小題要用哪個公式 等加速度直線運動三個公式 要用哪一個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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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V加AT 好棒喔 你有他的出處嗎 有啦 進紙 你有做出嗎 所以你要哪一個 我有位移有時間嗎 你看他位移跟時間一定要哪一個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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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學過了 只是現在我知道 他一開始是不是有禁止被我發 所以這一下已經做到 不要理他 ok 再把移植到移植的數據帶進來 位移呢 是24 1分1的 A不知道 我在4秒內完成 10的平方 這個16 可以嗎 來做月分 2分12月變8 8分24月變3 所以加速度應該是多少 加速度應該要是3才對 but 你發現一件事情 老師 他是3 我算出來是3 一開始這樣算是4 比較大 實際 實際算出來比較小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實際只是3 你剛剛一開始 只考慮拉力的是4 比較大 4比較大 可是實際卻是3 代表一定有人在幹嘛 一定後面有一個小人在捨我後 這個是誰 摩擦力 摩擦力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關係呢 把摩擦力給算出來 你看第二小子為什麼 因為第二小子就會摩擦力 摩擦力很算 來你看 因為我說過了 我們F的MA 這個F有一個核嗎 這個意思你要看 所有的力量加速度 到底是多少 再帶進來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地方怎麼做 我的核力是多少 請問你 我現在的確有一個摩擦力存在 這個摩擦力比較大 還是我水平的拉力比較大 因為它我最終我會是往 拉力的方向動 所以我拉力比較大 所以我必須要用水平的力量 減掉摩擦力的力量 然後呢 作用在我的質量上面 讓我產生一個真實的加速度 OK 好記得把速度的部分帶進來 這個部分 拉力是20牛頓 減掉F是多少 不知道先行 然後作用在我普攻肌的人身上 讓我實際產生一個3的加速度 所以摩擦力是多少 就是5牛頓 所以你看 到目前為止都是舊的東西 沒有 還沒有到功 所以你看前面東西 你要是不學好的話 後面是會嚴守反應的 蹦蹦蹦蹦蹦 蹦 蹦 不是跟你開玩笑 真的是這樣 你也看到了 那你看到最後一個小題 到第二條第三條後面參加 那請問你摩擦力做工作多少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第二小題的後半 好 後半接著問 第三小題 好 那第三小題 那是第三小題 好 好啦 隨便第三小題 總之它說我們摩擦力做工作多少 這時候怎麼算 那就沒有錯嘛 公司啊 好不好 摩擦力是多少 算出來是5嗎 然後呢 我這段時間呢 摩擦力的作用期間 它的位置是多少 24 45乘以24 但是不要忘記了 要加一個什麼號 符號 扯後腿的人 就是做復工 他加一個符號 知不知道 ok 所以算出來是多少 負的120 交了 是這樣子 ok 好 下面一個小題是問什麼 第三題 第三題還沒完 蛤 喔 第三題還沒完 喔 還有一個大F 拉力 拉力做工是多少 來 這大F是指這個原本的黃色喔 可是我知道我黃色分解的時候呢 實際還有用 還有效的 還有效的 有作用的 力量是誰 這時候水平這個人 他的量子是多少 10 20牛頓 可以嗎 然後乘以我的位置是24公尺 所以我算出來呢 我這時候就做了480 交我的工 然後呢 我最後我的物體 獲得多少能量 接近一些 兩個加起來 最後是多少 360 交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好 第四小題哪一個信號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覺得咧 蛤 前面那個你覺得是多少 要有判斷的 你要有 要想一下 他是問這個碼 F的做工碼 F的做工是480 好不好 可以嗎 第四小題哪一個新款 為什麼 他說 如果我在第四秒 四秒後瞬間 把這力量測掉 把這力量測掉 那麼 我還能夠滑行 多少 的距離 要怎麼算 我跟你講有兩個方向 我就跟你講 你可以用運動學 人家說直接運動 直接算 我跟你講怎麼算 很簡單 你是不是4秒 你是我加速度 你可以不加速算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算出 一開始到4秒的時候 的速度是多少 懂我意思嗎 這個部分我不另外算 我可以跟你講 我可以算出 我4秒的摸數是多少 然後我拉力測掉之後呢 是不是只剩下這個F對我作用 所以我是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加速度 因為我這個3 不是兩個力量合起來對我作用所產生的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4秒過後 正電量就不見了 所以只剩下F對我作用 我是會有一個新的加速度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得到新的加速度 然後我又知道我4秒末 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是可以帶公式的 我是可以帶第三個公式 而第三個公式 末數的平方 等於初數的平方 加2as ok 這個第一個位 我只這樣寫 末數的平方 等於初數的平方 加上2as 可以嗎 然後呢 加速度你可以由另外算出來 然後你可以由一開始的 由一開始的條件 能算出4秒瞬間的初數 是多少 然後呢 我最後受到摩擦器的作用呢 我最後的末數會是 會停下來 所以我是可以去計算 這個時候的位置 多少 對不對 這個能力也要有 或是提醒你 或是提醒你的 可以嗎 可是我們現在 不要這樣做 我們現在有 焦能量的部分 我們焦能量來做處理 這個 這個方式呢 我希望你還是要親自的去超過一遍看看 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好那接著 我們要怎樣做能量再處理 很簡單 跟這個很重要 你看 在這4秒的瞬間啊 我的物體是不是得到了360焦能量 對不對 好 可是問題是 4秒過後 我哪裡消失 我只剩下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我只剩下摩擦力在指揮我的後腿 是不是 就是 所有的能量是一直被他消耗 一直被他消耗 一直被他消耗 消耗到什麼時候為止 消耗到我沒有能量為止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所以實際上呢 那畫力是要怎麼練很簡單 就是 我4秒後 不停的 總功 會被 接下來的摩擦力所做的功 給消掉 懂嗎 懂嗎 然而呢 這個要怎麼練 就可以這樣練 我4秒後 不停得到的能量在這裡 叫360 這些功呢 會不會摩擦力給消掉 那摩擦力的大小是多少 5秒頓 那摩擦力要作用多遠的距離 才可以把我這些能量全部給消耗掉呢 不知道 就是S 你看我這樣算是簡單的好多 我這樣練 啪 這樣就算出來了 可是你要用運動學的話 是不是好多個步驟 你有沒有發現 懂不懂 我跟你講你 國中理話 要進階 或者是永遠在出階 的觀念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因為你要開始懂得分辨說 我現在手上有好幾把刀 我現在對付這個敵人呢 我要出哪一把刀 就會一擊必殺 懂不懂 有些人呢 拿了很多把刀 但是遇到敵人的時候呢 手忙腳亂 也不知道要拿哪一把刀 亂拿一通 結果啊 反而啊 花了很多的時間 做了很多不必要的白頭 聽不聽懂我意思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 我這些時鐘算在多少 是不是就是72公尺 也就是說 當我4秒過後 大力消失 之後呢 我這物體 再向前滑行72公尺的時候 就會靜止下來 這72公尺呢 的過程之中 我的能量是不是就一直被摩擦力給消耗掉 對不對 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懂得 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些東西啊 它是很跨兩邊都有 你看衛贏 運動學有沒有衛贏 有 做工有沒有衛贏 有 所以有時候算衛贏的時候呢 它就有兩條路 你就要怎麼判斷說 哪一條路可行 而且哪一條路夠快 懂不懂的意思 因為考試的時候呢 就是要快很準 但是基本上你在學習的時候 這兩條路你都該會 你都應該要會 了解不了解 OK 好 那我一開始喔 就做這個計算喔 我講的比較慢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明天呢 再繼續往下講 好 下個 好 嗯 9點8 那你今天趕快看肉依嗎 我看你會死喔 有種你就不要看 好